Citizen Series 8系列的標款 當然它還有GMT那款 因為已經看過兩三次了 我就不再拿出來了 這些都會是不同的款式來的 第一款就跟大家看看這款限量版 這款週年限量版之前 都會是搶手款 這款又是一番就沒有 現在都有些現貨了 跟大家看看 這款叫做Citizen Series 8的一個 重新啟動這個項目之後的一周年紀念版 因為這個項目是N年前都有的 但Citizen Series 8已經停產很久了 它是在2022年的時候重新啟動 到2023年 是不是呢 我忘記錯了 還是2021年重新啟動 2022年推出呢 完全忘記了 它這款就會是一周年紀念版 你見到它會用了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它標殼是會一個雙層的設計 後腹的黑色東西全部都好 這裏可以見到 原則上可以說是三層 因為這裏是一層 這一圈就會是第二層 這一個外殼 常規的外殼就會是第三層的一個結構 這個外殼已經是一個非常漂亮的設計 因為它用不同的結構的話 它每一層都會有不同的打磨工藝在上面 所以它這隻標 整體整個整個效果就會是非常之美的 很立體 日本那邊是講CVX這個系列 是叫做最強通勤標的 因為價位 一來價位 二來是機心性能 三來是那個款式 是非常討好他們的上班族 所以它是一隻最強通勤標的 這隻標 它這個款式 你見到它其實就會是 貫徹整個系列的一個理念 就是我要斯文 但是也要同時運動 你不可以只是一隻很基本的 一隻大三針很普通的一隻上班標 我要它同樣是兼顧到日常 出街castle wear 上班又可以 運動又可以 或者出街又可以的一種款式 它這個就會是它 一周年紀念版有一個特點的地方 就是它 CVX這個系列 全部都是物體的 物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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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款是唯一一隻 有做這個偷底機心的 你就會見到它們 一個九系機心 再加上一個很漂亮很精緻的 一個打磨工藝在裡面 例如說油偷風 對了 無論是甲板還是鎖 都做了一些很漂亮的打磨效果 在上面 看看可不可以看得近一點 近一點是 不行 上面的光線太厲害了 頭頂的射燈 而且它的錶面 亦都會見到 它會做了好像一些雲紋的效果 這個是好像雲石的 質感的一個錶盤來的 我剛才有沒有展示給你們看 可能展示了我自己也不知道 它就會用了 它CITIZEN的一個DLC的黑色電鍋 之餘 亦都會用了它那個 最高級的 最高級別的一個 DUOTEC的一個 防花塗層 應該叫做 加硬塗層 就會令到它這個黑色 可以保持到一個很好的效果 不會說很容易有什麼 撞花 弄掉 各種的 它這隻 就會將它CITIZEN 裡面 這條拉 最頂級的各種技術 都已經放了下去 它最好的機身 最政治的標學設計 打磨的工藝 和它 防花的加硬塗層 全部都是它整隻錶的 一些最頂級的配置 而這款可以大家欣賞一下它這個外殼 它這個外殼 第一層 最頂這層 哎呀 整個手指毛 就會整個全黑色拋光的一個圓環 另一層 第一層 然後第二層是一個拉絲 正面是一個拉絲的一個黑色外圈 側面就會到角位做一個拋光的修飾 然後直身位也會再做一個拉絲的效果 變得很立體了 再去到第三層的外殼 底殼應該是 它這裏會有少少一些靈角的效果 它這兩層的耳位 它那個打磨工藝都會不同 一個就拋光 一邊就拉絲 一些非常精緻的打磨工藝 它這條錶帶 都會是 質素都不差 當然 都會非常柔軟 而且很漂亮 它連錶扣 都有做到一些越雷文的打磨在上面 這款手錶上手 就會有這樣的效果 好像有日本朋友 Hiroyaki-san Steve Chim 你好 這款限量版 就會是18,500公價 當然啦 都有會員優惠價 這些就不說得 下來門市問 Series X這款 就會是 非常搶手的限量版 因為它一來是全黑色 二來是週年限量版 還有Series X這系列 全部都是Made in Japan 先說一聲 Made in Japan 之後就會是 這款 很迷幻的一款 要擦一擦膠紙 為何叫很迷幻呢 主打在錶盤上 等和爾莎莎莎 是否Series X這系列的朋友 相對沒有那麼多 反而是最新出的 潛水款的GMT 多人認識 漂亮 為何做迷幻的一款 這款很有特色 因為真的很少人 會這樣做 標盤 它的標盤 就會是一個 很多三角形 組成的 一個網狀紋 它是一個 三層的結構 你看到 外圈這層 黑道 這裏是一層 然後這個網狀 其實是下面一層 你看到這裏有一條縫 網狀那一層 就會第二層 然後第三層 就會是一個 好像背殼面 但它不是的 它是一個金屬 質感的一個標面 做了一個幻彩顏色 它這款的效果 做得很有特色 你不要看它 好像這麼標期立二 標新立二 這麼標新立二的一個款式 不受歡迎 它是很受歡迎的 這款是斷貨的 初初出的時候 是斷得很交關 所以它真的 很有個人風格 Citizen 不知道你們認不認識 Citizen旗下的其他品牌 有一個 我忘了名字 我不太熟 但它有另一個高階品牌 它都是有玩這種幻彩顏色 他們會特別多玩這些東西 Citizen本身也是一個玩顏色的品牌 傳統造標的品牌來講 它玩顏色玩得比較誇張 我都覺得 Casio那些不算 Casio完全是第二條拉來的 但是 精工精神 東方這些各種 Citizen是玩顏色的 玩得更厲害 我覺得 它會做一個幻彩顏色 非常之有特別 還有 都會貫徹 剛才有講過 它是想做一隻 上班也可以運動也可以的標 所以它這隻標的外殼 相對會偏向運動型 對比剛才那隻周年限量版 它這隻的話 它的直徑是44 咦 剛才周年限量版沒量過 周年限量版這隻是43.3 而厚度是11.9 到11.9 對差不多 脫位就47 48 48 差不多 而這隻呢 就會厚度 12.3 12.4 脫位都會相對大些少 不過都不是很大 47 48 這款上手很神奇 我感覺它呢 這隻不是GS 這隻是Citizen的Series 8 並不是GS 看清楚 Logo是Citizen 也是Citizen 拉入了高階的系列 是 看上去它這款 就好像很大隻 但我上手其實是覺得它很薄的 剛才厚度是多少 好像12 但它上手效果是 不知為何我感覺 它是很薄的感覺 這就是它很特色的地方 有需要的話可以過來自己親身試一下 你們會明白我講什麼 戴上手好像很闊 但感覺很薄身 是幾特別的一個設計 我覺得 它這款都會是 好像剛才的精工 Astron 它做了一些 比較多靈角的設計 還有它這個標款的 標罐位會有個護橋位 它這個護橋位 就會跟它的標的 按進去的狀態 就會是平齊的 所以 如果是 這樣一顆的突出來 就會很明顯 感覺到 因為它這個位置是平齊的 那個視角的 身為Citizen 一個比較頂級的 系列之一 你這裡 都會見到 它那個 針 還有它這個 黑度 它各種的打磨都會做得很漂亮 它這支針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出它有什麼特別 它會做了一個 闊身 但是中空 但是前面都會有一個 夜光的一些 塗料 還有它針尾 都做了一個中空的設計 是會令到它整支針的各種平衡效果 是複雜了的 即是在計算上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很精細的細節位 可能沒有人說的話 你未必知道 但是 這些就是工藝 你認識的人就知道 嘩 有些了道 至少 起碼 一萬四千元公價 的標 它有一份這樣的工藝 是非常值回票價的 這些就要慢慢看 細細這樣看 每一個細節位 你就會見到 嘩 漂亮啊 它的護橋位 你看到它是一個靈角 很多靈角 這樣 但是其實呢 它旁邊這裡 又會是偷圓了 這些拋光位 它這個位 就會比較風利些的感覺 然後它旁邊這些位 就會是滑利些的感覺 這些都是 那個工匠 一些很細心的位置 而且它會外殼 拋光 再加配這條錶帶 一些拉絲的紋理 做回 視角上的碰撞 不知道在我這麽複雜的 燈光環境下 你們看不看得出 它的錶帶是做得很漂亮 很漂亮很漂亮的 那錶扣位 亦都是 很多細節位 你看到各種拉絲 再加邊位的拋光 還有它這個位 是一條直線來的 這個錶扣 一條直線位 所以其實你按下去 不會有一個突出感 不會有一個引手的感覺 是很舒服的 在這個位置按下去 這些全部都是很精細的 一些小心思 整條錶帶 就會有一個一體式的效果 這隻 這隻 還彩款 你們可能都見到 這款其實是同一個外殼 當然所有 除了錶盤之外 其他細節位置都不同 但是 價錢上 其實已經告訴你 它精細的地方 非常之重要 這款14000元 這款是它的最入門版本 有三個顏色的 一個是銀色 一個是黑色 一個是白色 藍色 應該三個顏色 應該三個顏色 但我現在手頭上 還有皮帶啡色 現在手頭上有黑色 皮帶啡色 還有紫藍色 一樣價錢 皮帶好像之前都有拍過片 大家可以看我的片 不特別仔細看 但可以看看這隻藍色 因為這幾個顏色 是它這幾個顏色 最受歡迎的顏色 它這個 就會是一個很漂亮的 4300元 真的 趕到短路 Thank you 混不了 真的不行 混亂 你們見到 它那個標盤 就會是一個很漂亮的 紫藍色的太陽紋錶面 這個 看到它那個太陽紋錶面 折了是另計的 不說得 真的不說得 不好意思 因為比較高級 這些系列 鬆口一點都不行 免得錯 大家過來我們門市問 你看到它那個 大家都是一樣 你看到它這個 這個 藍色標盤 其實都有兩層設計 但是 由於它這個 幻彩標盤 它就會 多了一層幻彩 以及 應該叫多了一層 網格紋 它就會 整個標盤 其實它這個 設計上面 又要多一層深思 因為你那個厚度 那個 頂不頂機心 各種東西 你全部都要再計過 這裏 這些小小的 手錶的細節 做錶的時候 要留意的地方 剛才是否沒有看 支針是會有分別的 黑度也會有分別的 這款的黑度 明顯的打磨 是會再美一點的 這款幻彩款 再精細一點的 不過它這款 基本入門款 反而 夜光強一點 因為它的針 沒有做過中空的設計 所以 很明顯告訴大家 這一款 入門款 這一款 是高階款 雖然外殼一樣 但它是高級一點 整體整個設計 以及工藝都會再美一點 好 我們看看夜光 其實我現場 我又是綠色的 不知為何在螢幕下 會藍色的 大家可以過來看看 如果有興趣了解一下 不過它的紫藍色 都很美的 因為你看看 如果紫藍色跟黑色對比 那黑色就真是再低調一點 再 大露一點的款 紫藍色會再美一點 但價錢一樣 如果啡色這款 它會有些放射紋在上面 除了做太陽紋之外 還有些放射紋 這是什麼來的 這是張膠紙的織 大家不要誤會 我沒有拆膠紙 因為它這款皮帶 好正 這隻應該都是牛皮 不過它應該有些特別的工藝在上面 因為它會有少少漸變紋在上面 在上面 這就是Series 8的一款入門版 錶帶跟剛才那款一樣 我就不另外再看了 這款是… 電話好像跳一跳 這款是一周年紀念版的 Basic款 這款不是限量版 這款 銀白色這款 如果我沒有記錯 好像是它Series 8 賣得最多的這款 因為它本身都是圓形 可能是日本人那邊 都偏向這種形狀 比較多些 香港人反而偏向 相對sporty的運動 多些 但別人出Series 8是日本先 也以他們那邊為主 所以這款是賣得最多的那款 這個是全銀白色 很乾淨的設計 你們遠看一點 就看到它非常簡潔 但近看一點 也會有剛才所說的 三層的標課設計 也會有相對sporty的元素在上面 對比這款 一周年紀念版 你就會見到 它的標盤的差別都很大 因為黑色跟銀白色的視角效果 下來就是 真的看你自己喜歡變得多些 這款就真的很帥 很有趣特色 還有工藝方面也有興趣 但這款就比較大陸 好些 整體跟周年紀念版那隻差不多 我也不再太多特別去說 還有它是物底的 再說一次 它是物底蓋 不是透底蓋 透底蓋只有這隻 只有周年紀念版 工價是15500 你想想 紀念版 雖然是膠帶 Basic款是15500 差3000元 看看你們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看看你們自己覺得哪隻正些 OK